嗨,大家好呀 今天老妈用红枣来做一道美食 把洗净的一把红枣用刀子把它切成片 切好的红枣片 老妈再把它压碎 把它盛在一个干净的碗里备用 再分别盛上一些葡萄干和花生备用 这是老妈准备好的两勺糯米粉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糖 把洗净的葡萄干,花生,还有切碎的红枣片放进来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太干的话加上一些边倒边搅拌 接着老妈下手把它揉成稍硬一点的光滑面团 这个水注意不要加太多 像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漂亮呢 接着老妈用手掐面 把它团成大小均匀的丸子 放在笼屉上面备用 全部做好之后 上锅蒸15分钟把它蒸熟 这是老妈做的红枣糯米团子 这个糯米团子特别好吃 有点像我们北方早上买的纵糕 里面有红枣,有葡萄干,还有花生 口感特别丰富 也不会太甜,感觉很腻 老妈掰开一个香甜软糯,美味可口 做法简单,特别好吃 你们学会了吗?喜欢的话就给我老妈点个赞吧